一輛轎車開進寒洞 但明明是平穩的路 整輛車卻突然晃了好幾下 原來車子撵到躺在地上的男子 不過駕駛卻肖勢逃逸 當時先去買酒的陽性男子回來 看到朋友受傷躺在地上 嚇得立刻報警 對 我們把這談一個 聽眾事情 然後你去拿酒 對 我去拿酒 拿完酒喝回來 就被壓過這樣 救護人員到場 趕緊實施CPR搶救 但送一集酒還是懸告不至 而且肇事逃逸的駕駛 竟然是海巡人員 事情就發生在29號10點多 花蓮秀林鄉台九丁線59.76公里處 提自路口由西往東的寒洞內 當時59歲的江姓男子和陽姓朋友 兩人相約在寒洞遮陽喝酒 沒想到卻遇到死結 陽姓朋友表示他回來的時候 有看到海巡人員 但對方卻詢問後 接著匆匆離開 等到這戶車到場 其他剛好路過的海巡人員發現後 還幫忙CPR急救協助送醫 完全沒料到 肇事的是自己的同仁 而且警方後續調查到海巡案件所訪談 但海巡人員第一時間卻否認犯案 第一時間是沒有承認 在警方鞏固物證及調閱 桌邊監視器後 涉嫌人才坦承 警方掌握監視器畫面 二度找上門 海巡人員才坦承犯案 肇事逃逸的是33歲 求新駕駛 副駕駛是26歲 簡姓男子 兩人當時正在巡邏 說一時緊張 撞到人下車查看後 發現不對勁 才會逃逸 讓傷者失去第一時間救援的機會 然而警方追查行車記錄器 更發現沒有當時的畫面 疑似是肇事的海巡人員 將公務車的記憶卡 直接格式化 企圖滅陣 如查證述時 本隊將相關的資料 報上級 實施最嚴厲的處分 海巡強調查證述時 會進行大過以上的處分 劣汰處名單 TBS新聞 高中陳家彤花蓮 採訪報導